点心车酒楼相信不少人偶尔也会想起儿时语 宫婆婆到酒楼饮茶 走廊旁边总有推着甜品点 车叫卖的姨姨 这时即可拿取自己享食的椰丝兔子 小时候是何其愉快 不过 近年流行用纸 船 酒楼数量递减 设的酒楼寥寥可数 今次为大家 李六大有点心车的酒楼 位置分布于港九星界 房趁机相约家中长者 大酒楼怀勉一番 伦敦大楼坐落于望角迷敦道 酒楼由1979年开业至今 仍然是每天点心全日供应的 由早上7点开始供应 楼更设有多家愈来愈少见的大型点心车 例如 蒸炉点心车 煎糕点心车 长粉点心车 炸物油气 新车等等 点心车款式可谓全港最齐全 酒楼员 会推着点心车蛮长走 如果新移某一款点心 只向酒楼员工叫喊 他们便会立即推去你面前 船 风味十足 中央饭店位于深水部 在大步道一状楼内 屹立于香港至今接近60年 酒楼装修怀就简 就连酒楼门口外的告示 都是靠人手以毛笔赚的 而酒楼内的点心选择也叫怀旧 例如罕见的 南卷 三宝大包 瓦包子饭 西米局部店等等 而 店内会有店员 一一边推着点心车 一边呼喊 款点心的名称 勿求让美味时刻都知道它所推 点心是什么 富有传统怀旧风味 海连茶楼设店全湾福来村 50多年来一直都是家族市经营的屋 茶楼 从早市卖点心 午市卖稍微客饭 至晚市售 海鲜炒菜 多年来无间断为村内居民提供服务 煎酒楼同样有点心车 由店员推着新鲜出炉的 蒸笼 让时刻选取喜爱的点心 而且这间酒楼有 一个卖点 从店内墙上的手写餐牌可以看到 它利用传统花马显示价格 花马是中国最早期的自写法 曾经于四 50年代充斥整个香港街头巷尾 不经过时代变迁 现今已经很难再见到其踪影 中爱丁堡广场的美心皇宫 堪称全港作用最佳景的怀旧酒楼 店内有落地大玻璃窗 让时刻可以揽180度维港景色 而且酒楼楼底高耸 空间感十足 这 在这间酒楼内也有传统点心车 不过值得一 点心车上安装了电子荧幕 显示车上不同点心图片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刻都知道 该点心是 马来的将科技与传统融合 说到传统酒楼 怎能 不提上环的连香居 该店历史悠久 店里充满怀香港气息 不少游客特意前往体验香港饮茶文 他们有不同系列的点心车 例如 蒸笼点心车 炸 酥皮点心车 中式甜品点心车等等 他们穿梭在 四之间 客人只需要招手示意 店员便会停下来 他们选择点心 此外 这间历史悠久的酒楼 还有 各都市传说 传说中 熟客可以不同手势打暗号 店员知道他们想冲什么茶 例如指鼻子代表香 指耳朵代表普尔 指眉毛代表寿眉等等 大家如 下次去饮茶 不妨仪试这些暗号 明都酒楼市乡 的老字号 于1992年开业 酒楼提供点心 午餐几碗室 方宽敞 可以容纳将近一千人 故此不少人也选择在 办宴会 酒楼主打粤菜 也有点心 烧辣 海鲜炒菜 等 在周末的中午时段 更设有传统点心车 而且里也有数个点心 摊档叫卖 例如吉尖中式糕点 瓶炒面 吉蒸点心 连罕见的中式甜品柜也有 时可以如自助餐般 自行走到柜位落单 选择点心 倒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彩内容 准备 中式糕点心